马上你就会看到海昏侯大墓出土最为震撼的一件文物 这就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画像 最上面的第一个人就是孔子 令专家不解的是 历朝历代流传的孔子画像都是个微胖的老人 而这幅画像竟然是一个鲜瘦的老人 并且这件文物令人震惊的是 用文字记载的孔子出生、身高等信息 竟然和史料中记载的有巨大差异 首先,现在很多简介都会介绍孔子的出生日期 为鲁香公22年 但是有趣的是 这件屏风上却写着鲁昭公6年 从史记孔子四家来推断 两者之间竟然整整相差了15年 如此巨大的悬殊 不得不令史学界再次质疑经典史记的真实性 其次,就是孔子的身高 史记记载孔子的身高为9尺6寸 我们用西汉的尺丈量是2米2左右 当然了,司马迁有可能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尺 但是这屏风上却说孔子身高是79寸 不管是春秋还是西汉的尺 不得不说,孔子是真高啊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件文物表面看是件屏风 其实是一面镜子 可见刘鹤臭眉的时候 都要用儒家来辩策自己 这是一个多么爱学习的一个人 我不信他短短一个月内做了27件坏事 你们认为呢?